海巡人员全程搜证对着不远处的中国海警船广播进行驱离行动 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限制水域 否则我船将采取必要之行动 面对严厉警告中国海警船似乎没在怕还是步步进逼 双方一度距离不到300公尺 就这样在海上对峙僵持了一个小时 最后海警船才离开乌丘临近海域 中国军演蛮横的清门踏户也让台湾渔民好生气 基隆的渔民们和平常一样准备出海完全没在怕 镜头来到第一线的金门 游客在知名观光景点举光楼拍照留念 对于共军频频扰台不以为然 我个人不会担心 那毕竟是政治因素 然后旅游的环境我觉得每个人玩的心情 好像就是大家都是抱持着玩的心情来 虽然游客不担心 但中国从23号展开连续两天的环岛军演 当时就在东影和乌丘我国的限制水域 发现多艘中国海警船 警告驱离后 没想到24号早上8点多又顾忌重施 而且这已经是这个月以来 中国第8度侵扰金马水域 最重要是我们的渔民也怕他登船 来做我们的骚扰跟登检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遗传 尽量远离我们的他们的一个远席的地区 随着两岸情势升温 还迅速表示会持续掌握中国海警船动向 适时发布航船公告来维护我国的船型安全 明治新闻综合报导 MOD自选餐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频道内容 自选50自选20 想看最正确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是您最重要的自由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